那这一手的话 这一条的话是穿料的 男红 男红这个话是 正数变号后五码是67633的 男红玛瑙 引经纸结构 这个是在可塘那边进的 所以它是出可塘那边的正数 然后这一条的话 就是大小的部分的话 就是蛮香的 因为它是卡10.8 好接近11米左右的 10米加的尺寸 然后颜色的部分呢 它也非常的肉 然后就有这种 穿料瓦西料的嘛 这是瓦西料的 然后有这种 深深浅浅的朱砂的一些建成的感觉 然后类似火焰的图案 所以我们称为火焰纹 那这边这样 会有可能光圈 现在这边完全是没有灯的哦 那这边的话 照片看一下 那可能要换个头 非常的红 很红很肉 这边孔都可以看一下 蓝红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比较多裂的 所以就是它的原始 不能比较多裂 所以它可能微微有沁焦 就是可能原始下来的时候啊 它就会有注焦处理 就是整个原始啊 就丢进去焦桶这样子 然后到时候切的时候 也会比较好切 它只是有时候这样子你拿起来 有时候在切完珠子的时候 珠子里面会不会有残留焦的话 那就不太一定了 大概这首的话看起来是还好的 你看没有什么烈的那些 萤光的反应 就很暗了吧 够暗了吧 这一首的话是蛮漂亮的 这一条这一条是很漂亮的 这个的话 它这是属于满色满肉的样子 所以它这颜色肉的部分都是很满的 啊有些人满桶的部分的话 有些人喜欢冰飘花的啊 有些人喜欢糯冰啊 有些人喜欢糯粉的 有些人喜欢这种满色满肉的 你看这个颜色的部分 其实这样打进去都看得出来 它那个深深浅浅的 这个珠砂分布的那个纹路这样子 好那这一串的部分的话 嗯品质是还真的是很好的耶 因为才2200吗 好像才2200耶 真好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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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